诗篇110篇第三节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文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 今生牺牲自己 你的文多于清晨的甘露 幸好昨天我说到 我们如何在末后的日子 动荡的日子 磨难的日子 甚至是七年大灾难 之前 这些风风雨雨的时候 我们怎样能使我们不忧虑 我们使得自己不恐惧 反而我们让我们的信仰 能够发出最大的光辉 锁匙就是警醒 锁匙就是预备 因为很简单 原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要知道 在未来这几天会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见证 比较理解 我们的信仰其实是 常常都很容易面对挑战 但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信心 发生功效的话 你会发觉在这个挑战的时候 环境和事态的方向 就不能够按住我们期望的方向去转变 换句话说 反而在危机当中 我们不能够将它变成转机 在过去可以说 这二三十年我的信仰里面 我亲眼见过在我身边当中 有极多人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大感谢主 就是当我自己去作预备的时候 在我身边常常遇到的危机 就成为我人生当中的转机 我就因为这样 有一个直直无名的学生 能够今天变成你们的牧师 都是因为在我人生的这些挑战里面 我能够用到信心 而不是让这些挑战去毁灭我 或者甚至让这些危机 就这样变成一个惨剧 或者一件的悲剧 但问题回来了 就是我们如何在挑战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信心 有一个平常心 能够使我们自己不忧虑或者不恐惧 其实理由很简单 就是原来在我们大的挑战之前 有时我们要知道 就是一个挑战可能只是为止24小时 时间不长 但是很多人就在当中可能死去 或者失败 就好像等于大考一样 大考可能维持只是几个小时而已 但是很多人就在里面 所谓肥了老了 他不pass了 浮了出局了 没错了 原来挑战虽然是短时间 但是预备这个挑战 相反都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警醒和预备 我们可以用24个月去预备一次的考试 而使到这个考试的时候 我们根本好像日常生活一样 是一个平常心 我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点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工作 就是预备完又预备的 我相信我身边的人 上上都听到预备这个字 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预备主日 主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对着过千人说话 虽然我以一个平平无奇的学生的身份 没出来做过事 但是我能够上台跟大家去分享 虽然我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能够带领到成千人教会的原因 就是就算你是一个普通人 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但是如果你能够认真地预备的话 你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袖 你都成为一个能够你上台分享的时候 仍然有一些好的东西跟别人去分享 在那么多年年复年 月复月 日复日 每个礼拜 我自己会尽心的预备一篇的信息 虽然不是完美 但是也是因为这些的信息 使得你教会一路一路成长 能够在今时今日拥有我们现时的资源 和神所给我们的祝福 和这间教会的阵容 可以说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我亲身经历到一件事 就是原来 有时我们为了短短的一个钟 或者两个钟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好好作预备的话 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 是会得到很好的回报 不单只是主要是讲道 我们需要预备 原来我们人生当中 有时我们会为到我们的考试 会去预备 我们可能读很多个钟头的书 而预备这个考试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挑战 都是呢 没错有时可能神给我们的挑战 只是短短24小时 但有时神在这24小时之前 就给了24个月 我们去预备 就像药室 没错 他一天成为宰相 那个是一天 是24小时之内发生的 但有没有想到 就是药室用了多少年去预备 这一次的成功 很多人会耻笑那群预备的人 很多人看不起预备的人 很多人会找到很多的藉口 又或者因为他们的惰性 他们觉得预备是笨 但是你看看这些所谓的很多人 他们一生都是平平无期 他们一生都是不能够面对考验 或者挑战 而他们只能够妒忌 或者羡慕别人的成功 常常说哪个不配成功 哪个不配 怎样在这个位置 哪个我看不起他 但是你会看到这些人 只能够远天由人 成功永远都远离他们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好像那些 考试不读书的人一样 无论他说多少都好 始终他考试的分数 都不能够提升 但反而那些预备了的人 预备的人未必是最聪明的人 未必是最英俊的人 又未必是最有才能的人 但预备了的人 每一位在这些考试 或者考验当中 他是能够独占我头 他能够考第一 又或者甚至拿高分 诗篇第一百一十篇第三节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文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 甘心牺牲自己 你的文当于清晨的甘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